锦衣之下都到清明时节雨纷纷 近来的天气总是变化多端的 时不时的雨水来得毫无征兆 也不知是不是受天气的影响 三法四下的案子 六扇门早就传开了 今夏凭借着自己的好手气 抓九领到了案子 好不容易过了自家夫君路易那关 可这么多天过去了 六扇门总捕头和管事的一直没有下文 说是迟迟等不到文书的下来 要知道这案件 若是没有盖着红章的文书 那便是空口无凭 且不说形式不变 便是公务完成 案子了结了 没有文书的话 便也是瞎忙活一场 若是以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等同于到手的鸭子飞了 以惊吓的性子定然是坐不住的 此刻却极为淡然的在看书 也难怪杨月觉得奇怪了 夏爷 你是真一点都不着急 屋外的雨水稀稀利利的 一堆卷宗的桌上 放着一本显眼的蓝色书册 若是仔细一瞧 便会发现这本书的书名 论追踪术的一百个要领 讲解 是不是可就厉害了 是已 惊吓头都没抬得回了杨月到几啊 可是着急有什么用 这种天气没让出去抓贼寻街 已经是好事了 你还不知足 这雨都持续那么多天了 再不出去散散 一直闷在屋子里 都快长蘑菇了 杨月嘀咕了一句 看着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大妹子 好奇倒不是 你这是看什么书呢 没记得你有看书的习惯 你这 这又是哪来的乱七八糟的书 当心回头爹讯你 要知道 这书可是他在路边小摊花了五千银子投来的 当下不满到怎么就是乱七八糟的了 大杨 你可别乱说 我这是在学习 学习懂吗 行 学习 那你慢慢看着 我出去转转 今下白白手没在理他 少了一个搭话的人 屋子里倒是安静了些 以前不论是跟着师傅杨成万 或是锦衣卫路易一起办案之时 他除了听指示办事之外 也总会好奇地一直在问 正是这些点点滴滴 所有的所有凝聚成了今下如今的样子 其实今下并非是一个普通知足的人 他对于自己的差事有着热情 热切地学习这一切 他不熟知的是语物 也总是利用着一些旁人看不上的时间 在学习提升着自己 旁人知道他为生活奔波 什么都愿意去尝试 可惊吓自己心里却很明白 他所付出的努力 并不仅仅只是因为生活 也是因为喜欢 当生活与喜欢接近同一轨道之时 好像不知不觉中 他的接受度也变宽了 以前更多的是靠问 靠琢磨 靠经验累积 而今 与路易相处的时间越久 也学会了沉下性子 从书本文字中获取想要的知识 也许他自己都未曾察觉 这些改变都是潜移默化的 别看今下平日里 喜欢看一些画本 正要他看书之时 通常是坚持不了一刻钟 便会犯瞌睡 起初和路易一起看书之时 没少被他打去 每次他都义正言辞地说 只怪书的内容太过枯燥 才沉不下来心思 后来路易便会时不时地 替他找一些类似案例合集的书策回来 久而久之 他反倒还上瘾了 也偶尔会自己去局势 逃一些回来 跟着书中的案例情节走 时而沉思 时而提笔记录 本是最容易犯瞌睡的下雨天 临近下职之时 今下还精神抖擞得很 下爷 今日的这雨怕是有得下了 你可有带雨伞 叫睡未睡的同僚 一看下职时辰 整个人才精神了几分 随口与今下唠嗑 带了 你也别犯瞌睡了 收拾收拾 准备回家吧 今下话音刚落下 杨月跟另一个同僚就急匆匆从外进来 下爷 下爷 那同僚本就是一个大嗓门 惊他这么一喊 今下真是耳朵疼 怎么了 都这个时辰了 你们咱得还回来了 有话就说 别瞎囊囊 没事 没事 这不是想着 哎 不是 我说大阳 这还叫没事啊 这件事情我还就必须跟下爷说到说到 大嗓门竟只打断了杨月的话 那行 你说 我听着 今下好笑的回他 之前 头儿是不是说三法司有个大案子要给到六扇门 就咱大家伙前些天抓揪的那个 都有印象吧 当时还说下爷手气好来着 让兄弟们羡慕了许久 眼下过去这么些天了 迟迟不见下文 咱们在这儿傻傻等三法司的文书 却不知那文书早就给到锦衣卫那边去了 我就说 下爷你这几日怎么这么淡定的呢 合着是早就知道了吧 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 下爷你跟锦衣卫是一家人 这个兄弟我能理解 但也没必要藏着掖着吧 这都算个什么事 听完大嗓门叙叙叨叨的一段话 今下总结般的问到你的意思是说 三法司的文书给锦衣卫了 所以你觉得我早已知情 故意瞒着兄弟们